大家好,我是老莫 有很多朋友问发面大饼为什么我做出来不够软 层次也不够分明 究竟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它的技巧 先说一下咱们今天准备的材料 这里是高筋粉,准备200克 如果没有高筋粉的话,咱们可以用中筋粉 但是不可使用低筋粉 然后酵母,准备2克 白糖,准备4克 只要尝不出甜味就可以 然后水,准备105克 也就是每100克面加70克水 做发面大饼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在和面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发面 所有食材放的量基本上跟发面是保持一致的 只是咱们在和面的时候这个水一定要多加一点 和出来的面团必须要稍微偏软一些 如果说咱们和的面比较硬 咱们做出来这个烙饼呢 它就是口感发硬 做出来这个软的程度 不够好 再一个就是水温 咱们水温呢 冬天就用温水 夏天常温水即可 这个没有太多讲究 还有揉面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做任何一样面食 和好的面团 一定要把它的水分揉匀 不要让它出现粘手 这就叫污水 那要是不允许的 然后咱们面团和好之后 直接包起来趁常发酵即可 发酵的具体时间还是根据温度来定 温度稍微高一点发的就快 但是发好之后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一定要让它多发一会儿 发到两倍大 拿起来这个手感呢是比较轻 它里面的蜂窝呢 就像这种大的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揉面 不需要揉很长时间 简单的给它揉压一下就可以了 揉的时间太长 它容易死面 咱们烙的时候它起不来 这个软度也出不来 揉好之后 咱们像这样压一下 要记住 咱们在擀这个发面大饼的P的时候 一定要一头大一头小 这样咱们在卷的时候更好卷 到最后这一点呢 也能够把整个面团全部盖住 这样就不会漏气 咱们的分层效果自然就会更好 今天是为了方便直观地看到 咱们把面擀得稍微有点大 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 不需要擀这么大 擀好之后 咱们直接刷上一层色拉油 也可以抹油酥 然后撒上一点味道即可 接下来的操作 就是从小的那一头往里卷 咱们叠这个层次呢 大家自己定 你想叠得多一点 就稍微擀小一点 多叠几层就可以了 只是咱们在叠的时候呢 尽量保持大小一致 就可以了 这里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但是在最后这一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咱们可以往回收 也可以往上盖 但是一定要保证 把它包延 这样咱们在烙的时候 它不会漏气 它这个分层效果自然就会更好 包好之后 咱们两边一定要给它压一下 主要是让它能够充气 这样它的分层就更容易出来 叠好之后 咱们稍微擀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擀得太薄 如果说擀得太薄 有些地方的油分被挤掉 它容易粘到一起 这样咱们生坯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是烙制 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电饼铛一定要提前预热 不预热时间太长 咱们做出来也是发硬 预热好之后 直接放入面坯 放入面坯之后 直接盖上 用大火4-5分钟开盖 咱们打开盖子之后 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这样一个是防止它老 再一个就是能够封住它里面的水分 咱们做好之后 它的软的程度保持得更长 然后盖上盖 再来两分钟 再次开盖 这时候发面大饼 咱们就烙好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不需要再长时间的烙制 接下来咱们切开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在切的时候一定要快 不能慢吞吞的往下按 那样会把它的层粘到一起 那样效果就出不来了 咱们切好之后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它里面的层次 拿起来稍微一动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软度 所以咱们做发面大饼 和面这一块只需要注意 加水量稍微提一点 然后烙制之前 电饼铛一定要提前预热好 不要让它烙太长时间 只要注意好咱们说的这些 在家里面随便都能做出好的 发面软饼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